而光复商从22号起连续两天总共增加了两名的确诊案例 而县政府和公所是高度警戒 人口比例多数为老弱妇孺的马泰安与泰巴郎两大部落 更是不敢掉以轻心 泰巴郎部落年龄阶层在村口设置了检疫站管制 而马泰安部落今天则是由县议员蔡依静 沿着大街小巷来广播宣导 要求族人要做好个人的防疫措施 花莲13乡镇市除了花莲市地方都会区 另外两例确诊案例却出现在光复乡 不仅乡亲民众就连部落族人也都担忧成为疫情热区 光复乡泰巴郎部落年龄阶层自主性的在部落主要入口处设置防疫点管制 提高部落防疫 同时为了确保部落的环境安全 泰巴郎部落四村村长也联合主动消毒各自村落街道住宅环境 令族人安心 部落是很感兴就是说部落这些年轻人 有这个很积极的心态 很积极的很用心在部落 为大家做一个防疫的工作 光复乡西侧的马滩部落防疫升级也不遑多让 也加强防疫工作 由部落领袖干部 村长们以及先议员蔡依静 顶着烈日站在小火车上 沿着部落大街小巷宣导防疫 也还一度讲坏了车上的宣传喇叭 认真卖力的宣传也获得主人们的肯定 出门一定要在口上 是交谈的时候 要有两个手臂的距离 五 要请洗手消毒 今天 相同者也会做消毒的工作 在这个疫情延续的时刻 大家一起共同努力 我们一起防疫 把防疫工作做好 大家加油 光不香两名确诊者虽然目前已有防疫处置 但是由于马太安与太保朗两大部落 老弱妇孺人口比例占多数 再加上中区医疗资源有限 经不起疫情肆虐的挑战 因此两大部落阶层与领袖干部不敢掉以轻心 不论是设置检疫站管制还是加强宣导 防止病毒传染 最重要的关键就在于 你我确实落实个人的防疫措施 才有机会断开病毒的传染链 记者是玉兰光复采访报道 请不吝点赞钟 好 肵 tox 好 致 肊青 丹 你 好 受